用這些會議室 麻煩主席 陳偉業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有關社區會堂的活動室不足 我每次民政過濺的時候 我都多次批評 現在普遍來說 一般過百團體申請一節時間 我自己在地區辦事署 申請了三個月 都申請不到地方 所以社區會堂 的活動室和會堂的搶手 這個是普遍的事實 我希望 遲些有些文件給我們 看看其他社區會堂的活動室 申請的數字 是不是我說這麼誇張 我自己申請了很多次的了 每次過百團體申請一節時間 過百的 如果是私人機構 繼續做你們的份工你們就不增長的話 就全部炒油的 市場需求得這麼大 當然我理解這個不是房屋處的問題 不是房屋局的問題 這是民政的問題 但是民政的那些僵化官僚呢 可能民政 局長自己的友好團體 前面會申請到 沒有人投訴 是不是 我相信如果民建聯 即工聯會投訴 可能的態度就不同 就是我們民主派 申請 每次都申請不到 是吧 哪些申請到的大家知道 主席 這份文件 我是針對 那個公屋整體申請 那個公屋重建整體的情況 因為我過去幾個月都不斷重複兩個大的問題 你現在那個輪候策已經慢到無論 你現在一次過 雖然我理解 就是這次清查分開兩個階段 但是你的整體的增長 都是由4,200 由這個 就是增長 由4,200到5萬 4萬2到5萬 是不是 那個人口 就是由這個 都是增長8,000 但是你要到2025年至落成 就是說這幾年的房屋單位的缺乏 是惡化了的 就是基於你這個重建 就是現時是我歷來處理公屋申請最緩慢的階段 OK 就是一個極端惡劣的時間 你進行重建 我不否定重建的 但是重建你有兩個的因素 一個就是 你整體公屋那個調配 編配 是不是好 你現在公屋最短缺的期間 有2萬多公屋輪候在等 我最近處理一些投訴個案 上一次那個編配 會是一年零十個月之前編配 已經沒有再編配 即是下一次 加些等著的 等到頸都長 都沒有 你就去拆樓 當然我理解這個不是新任處長的責任 但是我覺得 整個重建計劃的時間是很重要的 你那個單位的編配的問題 你現在一下子不見了整 就是 四萬 即是你分架段 一開始可能不見了一萬幾兩萬人的居住單位 一清拆 你又未配到 即是你吃了其他 輪候拆人的那些的單位 那你變了是 那個骨牌效應 連鎖反應 是很惡劣 第二個問題就是 建築成本的問題 當然都是歷來建築費最貴的時間 你又走去拆樓和建樓 所以 我是不能夠認同這份文件 我是表示反對的 給處長答一答 希望新處長上任看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全部暫停 直到你那個新的公屋的數字 能夠滿足到一個水平 即是你現在是害了輪候拆人 輪候登記拆過一堆 那個時間又再次拖延 你可不可以再拖延 拖延多多少個月 或者多少年 等那些 哪一位 處長答一答 處長 請檢討一下 麻煩你看一看數字 我 這個 我未見過這麼差 這麼多年來 是吧 雖然我們經常罵政府 都罵慣 但是很誠懇跟你說 現在那些問題是很淒慘的 那些市民 希望處長回去看看 有沒有回應 我簡單講講 我們重建的步伐 就要按部就班 所以都要看看 可以重建之後 重建潛力 你不是重建 是2025年 這幾年那些人 你是抱著 你是累到那些 等公屋輪候拆的那些人 苦不堪言 是苦上加苦 高官 那是最後一次 你就看數字 市民是很慘的 真的 都不扯火 都不行的 已經表達完了 時間過了 謝位傳言 在這裡講風涼話